現在基層鄉民代表的選舉是如火如荼的在進行 候選人比排場也比人氣 不過在花蓮卻出現了一個全台最小的競選總部 它長只有六公尺 寬也只有兩公尺而已 整個競選總部加一加物拼不到 不過它的支持者一點也不在意 說這個迷你總部真的是超可愛 走到直擺七張椅子 正中間一個茶几把裡頭塞得滿滿滿 整個空間不到五坪卻是一個競選總部 這裡是花蓮縣吉安鄉鄉民代表候選人舒文將的競選總部 真的有夠迷你 拿出尺樑 門寬兩米 升只有六米 位置只夠八個人坐 不過支持民眾可一點也不在意 來玩雙水 更可愛喔 更不錯 這裡原本是間倉庫 蘇文將為了省錢改裝成競選總部 因為實在是太小了花圈還要借放鄰居家門口 一整排的祝賀彩球都是先跟鄉公所情商 站掛在河岸邊的 進選總部華布與華麗 這並不代表著你這幾年對地方的付出 你在華麗的競選總部也不代表著你的人機指數 選民要的是你平常的付出與你的作為 蘇文將說比排場比華麗當然比不過別人 不過這個迷你總部麻雀雖小武藏俱全 最重要的是要發揮小兵立大功的功用 贏得最後勝利 明星新聞 余政華 花蓮報導